今天的老吐司很奇怪 无论如何次量体温都高达44度 看到他气息奄奄命若悬丝的样子 小奶和哭天喊地 无法接受这样的歌号 他焦急惶恐地去厨房配药 而在他走后 老吐司和高姐却露出了邪恶的印象 原来今天是愚人节 大早上的老吐司就已经被高姐耍了一次 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拉上行李箱 准备出国旅游 世界那么大 他想去看看 顺带还回头秀了秀自己刚中的彩票 老吐司看似镇定 实得完全破防 鼻涕拔了一把地去高姐别走 高姐瞬间呵呵一笑 把他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巴巴地彻底嘲笑了一顿 老吐司玩不起 恼羞成怒 高姐则继续阴瑟瑟地向他诉讼阴谋诡计 有你打主力 外加我的完美助攻 我们一起把和蔼可欺的小奶和 整个明明白白如何 于是乎 他们就携手动了体温计的手脚 就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小奶和在厨房里 把辣椒大蒜和生姜混合倒半 说这是他家世代祖传的独家秘方 喝过的人只有两种下场 不是病好了 就是嗝屁了 总之 绝对没有感冒不好这种选项 老吐司犹豫再三 为了给小奶和头盖上一盆大雨 它还是干了 意外神药下肚 老吐司三魂已经没了七魄 高姐适时插入体温计 再测一次 哎呀 不行啊 这体温完全没降啊 于是小奶和又包来一大袋冰块 见到这样的雷霆手段 依然为使老吐司好转 高姐单方面给他确诊 得了小心惯 此话一出 个谁谁让妙啊 小奶和瞬间开启跑难模式 开五档一早地板游 把老吐司背到医院 正命似的大喊救命 老吐司被放在冰床上 由十里八村最好的医生看诊 医生看了眼 他显示四十多度的体温计 懒洋洋的表情瞬间改变 再来护士直接上墙度 护士得令一根大针管子 就直接砸了下去 老吐司的残叫响彻医院 这一针下来 他已经有了早灯极热的迹象 医生紧急开始心脏起波 一顿操作模糊 把老吐司整成了二百五 让老吐司当场破防 准备结束这场闹剧 但高姐仍在旁 寻寻善用 让他一定要降着脑瓜子 把小奶和骗到底 如此不怀好意 就算瞎子 也该看出来有猫腻了吧 但老吐司这次要出 三界之外的智商 还是喜乐 于是他被医生带进内室 准备开疼破肚 进行大手术 为了不交代在这 老吐司大声自曝起 自己骗人的事 而医生和护士 却大笑着放起烟花泡 与高姐和小奶和 一起共庆胜利 原来这四人早就携手 把老吐司狠狠骗了一把 不得不说 竟然是真能想招啊 老吐司彻底被绝了个体无完肤 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回忆